妈 勇士和骑士到底谁会得冠军 同学都不跟我玩 我讨厌上学 公司调我去别的单位工作 可以拒绝吗 下载NP3音乐自己听 会不会违法呀 法律 食安 心情 运动 您关心的话题都在11.543 欢迎收听心事543 我是胡祥华 每个人都会遇到生老病死的场景 不论是亲人朋友或甚至是宠物 那么在面对永久分别时 总是会有很多的不舍跟伤痛 有人可能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之后 情绪就能够回复 但是有人可能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要比较努力才能够走出伤痛 那么一旦我们必须要面对死亡情境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走出失落的一个心情 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去协助那些 可能正在面临死亡失落的朋友 他们的一个心情呢 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原品心理资商所的张成芳心理师 来跟我们聊聊怎么样在面对这种死亡议题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做好一些相关的准备 成芳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死亡这件事情 是每个人都会去面对到的 有人可能来得比较晚 有人来得比较早 那么也许不见得是人 也许是你的宠物啊 你的很好的一个类似这样家人 这种毛小孩 他可能也会离开我们啊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很悲伤的事情啊 但是有时候会说好 那就是理智上面就是接受 因为他总会来的嘛 但是情感上你其实会觉得说 还是真的很舍不得 很情绪很非常的纠结 所以其实在面对这种死亡的情形来到的时候 你觉得一般人可能他们会有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那个面对像是死亡这样子的失落 一般啊 其实我们大概会有一些很共通的感觉 第一个你一定会觉得很难过 对 然后你会哭 对 其实这个状态啊 它是我觉得普世阶下 几乎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会这样 对 就是那个只要你跟这个人是有一些关系 然后你在看他走的时候 其实你 我们内在其实都会有这个状态 然后呢 我其实在那个整个那个失落的历程里面 我觉得 呃 我有一些整理 一个是除了你会伤心之外 我有观察到几个点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在面对那个 呃 往生者 有时候 我们可能还会有愤怒感 嗯 对 我不晓得您有没有听过 但是在我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说 呃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里面 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对死亡这件事 他会出来一种愤怒 就是说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 比如说去责怪医生 嗯 责怪护理人员 嗯 然后为什么当时候没有做这样的决定 或者是我们责怪我们的家人 为什么你做这个处置 没有做另外一个处置 然后比如说 有一些像是意外过失的 可能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些责备是说 为什么你这样 比如说小朋友这样出去玩 嗯 对 其实我觉得愤怒情绪也是我们在面对失落的时候很常发生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它回到一个我们内在很深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的生气有时候是来自于 我们生气自己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情不发生 嗯 对 因为其实我们面对这件事情很难过 对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 我觉得阻止它 比如说像是那个 0206大地震 我们台南 花莲先进 就是花莲是在我们台南后面的一年还是两年发生的吗 对对对 其实像0206大地震的时候 呃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台南的心理师也有参与去处理 很多那个时候 比如说不是那个围观大楼本身的一些住民 而是他旁边的一些可能邻居 嗯 我发现他们多少都有一些类似的感觉 就是会说 就是他们会有很强烈的愤怒的情绪去 比如说责怪那时候的见商 嗯哼 对 然后或者是会说 会生气说 哎 为什么 比如说 他们会有这种 比如说 如果我前一天啊 叫他不要回去 来我家 嗯 可能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嗯 对 所以愤怒这件事情啊 呃 他的产生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把他误解 我们会觉得说 啊我们就是在气这个医生 嗯 然后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人没做好 或者是比如说我哥哥怎么可以最后选择 没有急救爸爸 嗯嗯 对 但是他内在的那个生存的东西真的是 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件事情啊 我们的无能为力 嗯 对 这是我觉得那个我想要挑出来讲的第二个感觉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很特别 就是呢 我发现大部分的人会有一个状态是会内疚跟自责 嗯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像是呢 那个 那个 我们听到某个我们很亲近的人故事之后 我们可能那天就会开始想一些 哦 哎 我好像已经跟他吵架 然后我没有好好对他 嗯 那我上次见面的时候干嘛对他这么凶呢 嗯 有没有 对 会懊悔说我怎么没有常常回来看他之类的 对 嗯 对 就是说我觉得这些感觉啊 他其实真的都会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说我之前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他一对兄弟啊 这对兄弟他们两个人啊 其实都 呃 他们等于说一起苦 一起苦过来 然后一起长大的一对兄弟 那他们成年都成家之后 他们他们的爸爸妈妈过世 那过世之后 那过世之后他们就是要去分遗产 然后这个大哥啊 他有一个状态是说 他就在想说 因为以前 有一个状态是说 好像你要继承那个 你要继承债务 你就要继承全部的遗产 嗯 对 然后那个大哥心里就想说 哎 那我就不要让这个弟弟 有这些债务 所以他就所有的东西都继承下来 但是他就是把那个房子 或者是什么都 几乎都继承到他身上 他还是都给弟弟们用 这个都是给他们 但是这个弟弟就误会他 就误会他说 他想要私吞这个遗产 嗯嗯 哎 结果 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听到这个故事啊 已经是那个哥哥过世后 大概20年 那个弟弟就在讲说 他哥哥过世的时候啊 他没有办法回去参加他的丧礼 嗯 然后他出现的那个情绪就是啊 他非常非常内疚 为什么那个时候 要因为这些事情跟大哥闹翻 嗯哼 所以他没有去参加他的丧礼 嗯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死亡这件事 他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会激起很多我们过去 其实我们觉得很重要 但其实你看起来 就是你面对死亡这件事的时候 你觉得不重要的东西 嗯哼 嗯 因为觉得很特别 对 所以其实我们感觉到 呃就是你当你 你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呃发生在你的身上 或你周遭的时候 其实悲伤悲痛 呃难过哭 其实这是最正常的 然后再来 嗯 有的人就是那种 会生气的那种 那种的情绪的反应 他其实很多外人会觉得说 你你为什么要生气 为什么要气成这样子 很多人会不了解 那其实 嗯 其实可能也许生气本身 的生气的那个人 他其实也不知道说 他为什么会生气成这样子 他没有去察觉到说他生气的真正的一个更深沉的一个一个一个原因哦 对 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无能为力 嗯 嗯 因为要承认这件事本来就很困难 嗯 对 可是真的就是无能为力呀 不然怎么办呢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脑子其实都知道 嗯 但是我们真正在面对到一个我们这么爱 然后我们这么在意的人发生 比如说他癌症 或者是他真的出车祸 我们真正看他很痛苦 我们却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 那去接纳自己这样的状态其实很困难 嗯哼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人有时候 呃 是善良的 因为我们真的都想要为别人做一点什么 嗯 但是在那个不能做什么的时候的那种挫折感啊 我觉得其实要自己去接纳 真的有时候是困难的 嗯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种情绪就会跑出来 嗯哼 对 这种 所以有时候就是无能为力呀 因为你 你就是一种无力感嘛 就是我也不能帮你做什么 你现在只能靠你自己 比如说你有坚强的意志力 你要生存下去的话 我只能帮你加油 可是 有些时候真的就不是我的能力能够帮你说 你要再多活一年 多活两年 这个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 其实你说 我们就是觉得就无 对啊 就是无能为力 不然怎么办呢 我只能 只能被旁边哭啊 就是觉得 哦 很伤心 就是这样 那 嗯 也就觉得说 好像我就不能够帮 这个逝者 或者说这个逝者的家人 或者是他 我的其他亲属 做些什么事情 这个是不是 当然是比较消极的一种 一种表现的方法呢 难道没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 一些方法出来 就是说 我除了我除了悲伤之外 我还能够做些什么吗 我觉得如果 呃 因为呃 如果回到刚刚说的那一个 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件事情 确实无能为力这件事啊 我觉得好像我们要练习的 比较是去接纳一个事实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 确实是我们无法改变 嗯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接受的事实 嗯 然后第二个呢 其实我没有觉得说啊 就是我们不能去做一些什么 比如说啊 呃 有些人会做一件事情 像是 哎 像我们有一些传统的宗教 有些人会去减瘦 就是说 我把我的寿命减一点给他 嗯嗯嗯 对 对 就是有这个过程 其实 我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我们有去做一点点什么的时候 我们内在那种 呃 愧疚或者是自己 自己不能做什么感觉 会稍微好一点 哦 对 这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 比如说 我常常会鼓励 呃 我 我可能我服务的案主 或是我身边的人 在他人生最后一段时间 我觉得要有品质的跟他在一起 嗯嗯 对 因为那个有品质的跟他在一起 有很多事情你就可以做 比如说 因为我 我后来啊 我自己在我的工作经验发现 呃 一个人如果在他 呃 你你你在陪伴一个即将过世的人 在他最后的那一段时间 你是参与 然后跟他有些连结 我发现呢 其实大部分的人的 自责跟愧疚都是少的 哦 就是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你有在做什么 嗯哼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一定要去 积极的去往回他生命 而是 我们怎么在 这个人人生最后一段时间 有品质的跟他在一起 嗯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说 也许比如说 他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可能 嗯 一生也觉得说 你可能寿命就剩下半年 或者是一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这样我们所谓的安宁疗 嗯 或者是说及早的这个 做好一些心理的准备 可是有的人真的是 很突然的 就是离开了 哦 其实那种突然离开 我想应该除了说是巨大的悲伤之外 其实更大的一种 这种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自责啦 或者是说那种内疚啊 其实会更强烈吧 对 其实刚好这样 我们可以搭着聊下去 就是说 其实像这一种 我们没有办法在他身边 陪他最后一段的 类似这种 比如说意外 突然间的死亡 其实我们可能 我会比较建议像 比如说你真的在 经历一些失落经验的人 大概会有四个东西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叫做 接受失落的事实 嗯 这个东西为什么 先起初来讲 是因为 其实我们在 在这种比较 比较突然的 这种人走掉的那个状态啊 或者是 我们的宠物故事 其实我们人 常常会停在一个东西 叫做否认 嗯哼 就是我们不想接受这件事 比如说你看新闻 有没有看过一种状况 就是那个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的先生或太太过世 然后他睡在他旁边 睡了一个礼拜 有 对对 是 对 这个新闻应该是 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 嗯 然后又或者是说 呃 我之前有听过 一个一个状态是 那个 他先生过 就是这个 有一个太太的先生过世之后啊 他每天啊 都还是会把 比如说他先生 呃 每天会固定看什么报纸 摆在桌上 然后去帮他泡一杯茶 嗯 然后放在原原来的位置 嗯哼 对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很类似的状态 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 呃 不是那么能够去适应说 诶 我们其实不用做这件事了耶 嗯 不想去接受这个 已经不 这个人不存在的事实 对 然后或者是我 我以前还有听过一个比较极端的做法是 那个 有一个 呃 他的 他的某一个很重要的人死掉了 结果他回家之后呢 就把这个很重要的人 所有的东西都丢掉 然后呃 他的那个像 他的那个 我们如果把 把人安在那个灵谷塔 其实灵谷塔有时候都会记一些 比如说 诶 几月几号我们要一起 可能有一些什么 普度或是超度 类似这种法会 然后这个 这个 还存在的这个 像 就比如说这个太太好了 这个太太呢 她说到这些东西的反应 第一个都是马拔 马上把它撕掉 哦 对 也是不愿意去接受 对 所以我 我其实 我其实在看这些状态啊 我我真的也在体会一件事情是 我们人其实要去接受这个失落本身啊 非常的困难 没错 没错 对 对 尤其是如果是 至亲的 或是你的另外一半 或是你的至亲 你的父母亲 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 嗯 对 而且像我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状态是啊 比如说他先生啊 过世六年 有一个太太的先生 过世六年 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是手 还是会伸到床旁边 哦 六年 嗯 嗯 对 就是其实这个动作本身啊 他其实 我觉得他 他有很多很多的意涵 他其实不是只有单纯的否认 我觉得他一个部分是 即使我们都会尝试想要跟这个 我们失去的人有一些连结 或是我们失去的宠物 嗯 对 像呃 比如说有一些 有些人的那个宠物过世之后 他们可能会选择 比如说去种一盆盆栽 然后把那个宠物的骨会放在里面 嗯 对 然后又或者是说 我也听过一些状态是 比如说一些主人 他可能养了一只猫 然后结果呢 他们家的猫过世之后啊 呃 他们家所有的什么猫沙盆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 他还是放在那里 哦 对 还有很极端的 是把它制成标本 放在家里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耶 因为觉得还蛮好玩的 哦 哦 就是还永远存在那边就是了 嗯 对 嗯 然后就是像呃 我之前也有听过 像是 他们呃 比如说亲人过世之后 把骨灰烧一烧 之后 带回家 放在床旁边 哦 对 其实像像很多我们民间民间体俗就会觉得这个很硬或者是这个不好 但是其实对这一个这个呃还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我在跟这个过世的人的连结 嗯 对 所以 他还不想抛弃 抛舍掉这一段的连结 对 对 所以其实我 我觉得要走所谓的那个失落历程啊 第一个阶段真的是最难的 嗯 因为通常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啊 我们就说 哎 你这样很奇怪耶 你怎么跟尸体睡在一起一个礼拜 嗯 嗯 然后也会跟他讲说 哎 这个骨灰不好啦 这个很硬耶 你应该要把它拿开 然后或者是 啊人都死这么久了 你就衣服都收一收拿去回收啊 嗯 嗯 我们很容易出现这样的语言 对 对 但是对那一个 那一个在接受失落的这个人来说 其实对他来讲 那个其实是一种连结 嗯 对 没错 我想要跟这个人有点连结 我还想要继续保持这份的 你会觉得说 情感还在 所以我就必须要把它保持下来 对 嗯 对 所以其实这些状态啊 其实在初期都很正常 嗯 对 我觉得我想要把它正常 正常化 其实是想要给听众朋友一个 我觉得一个概念是说 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太急着 去 可能 叫它消失 对 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除非你很长期 比如说 呃 你家的猫 或者是说 这个你先生或太太已经过世 可能五年了 嗯 可是你常常还是会 比如说 我讲还是常常哦 那个常常 可能一个礼拜 你大概七天里面有六天 可能都还拿着他的衣服啊 出来闻闻他的味道啊 或者是 你的那个碗筷都还是会固定 把衣服在那里 嗯 对 像这个状态 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他内在是有困扰的 是可以找人谈一谈 嗯哼 对 长期的话 嗯哼 对 但是出 就是那种短期 其实我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 很正常的状态 嗯哼 对 对 因为真的 就一开始 你可能真的是要花点时间了 来接受 对 这个失落的一个事实的 对 好 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是 中广新闻网 新市五四三 我是胡祥华 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 连线的是 原品心理资商所的 张琼芳心理师 来跟我们聊聊 如何来面对这个死亡这件事情 以及如何帮助啊 我们可以走出这种 这种死亡事情的这个失落感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 其实虽然是很不愿意去看到的 或者是碰到的死亡这件事情 但是确实每个人都是 一定会遇到的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说 你要去接受 这个人不在了 这个你家的这个毛小孩不在了 这样的一个失落的事实 其实真的是需要花点时间 但是 嗯 如果说好 我可能就也许半年一年 我慢慢觉得说 我可以 我可以 走出来了 我也可以一个人在家 或者是我家里面 没有毛小孩的叫声 或他的这个 他的毛 毛发到处飞的这种情形 这个 我已经能够接受了 是不是表示说 我真的就已经走出 这个悲伤 这个死亡的这个失落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看个人 因为 呃 有时候 我觉得会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你 人都会慢慢适应 嗯 对 人真的都会慢慢适应 因为 我们其实就会去适应一个 没有 没有这个过世的人 或过世的 宠物的世界 我们本来就会这样 但是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状态 比较是 呃 我们有时候人类会惯性的 把自己的感受压抑住 对 比如说我不知道 您有没有听过 类似一些状态式啊 这个人明明过是20年 但是你 可能在跟他讨论到 这个人状况的时候 这个 就是 哎 你对面的这个人 怎么都好像还是会哭得 稀里哗啦的 嗯 有 对 就是类似这种状况 嗯 也就是说 我觉得有时候悲伤 不会真的 从你的心里面消失 嗯 对 就是这个失落 它就是一个永恒的状态 因为 它就是真的曾经在你的生命里 这么长一段时间 但是它现在就是不在了 嗯 对 那所以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还会 悲伤其实也是算正常的一个情绪反应吗 我觉得其实对 对大众来说 如果你已经这么久了 大部分的人 其实你的悲伤会走到一个 你觉得你可以谈 嗯 然后呢 谈了也不会太难过 偶尔可能流一两滴眼泪 嗯 但是其实都不会到有很强烈的情绪 嗯 对 但是如果真的还是有强烈的情绪啊 我可能会比较建议的 可能是 可能要去谈一谈 嗯 有一部分啊 我觉得那个悲伤 为什么一直持续住啊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 其实你在一开始经过这个失落的时候 我们没有真的去处理 那个失落的痛苦 也就是我们没有让自己好好的悲伤 嗯 因为通常我们在面对一个 这样的情境的时候 我们 比如说我们以忍 忍来讲 我们通常就会马上忍过事 马上开始处理后事 对 然后开始处理一些行政上的事 比如说他的财产啊 然后他的家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知道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在前期 是没有时间悲伤的 对 是 对 然后过了那个丧礼之后呢 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ending 就要结束 嗯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有时候的悲伤 只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流眼泪 嗯哼 对 可是那个东西可能不够 哦 对 所以其实我蛮支持一件事情的事啊 我觉得 接受了失落的这个事情之后 我蛮赞成是 我们要让自己有充分的悲伤的时间 嗯 也就是呢 如果你真的很想哭 你就好好哭 嗯哼 对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的那个 反正他也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他人过世 他就告诉我说 啊因为他也是心理师 他就告诉我说 他每天 这个 这个心理过世之后 他刚开始就忙 然后呢 他有两个月的时间 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流眼泪 嗯 然后呢 只是两个月来有从 可能流眼泪留30分钟才起床 到可能留5分钟就起床 嗯 对 就是他很需要 他其实是 我悲伤这件事情 是很需要时间 去发泄他的 嗯 对 这个情绪是需要释放的 也许有的人他 释放的 比较慢 时间比较长 有的人可能就是大哭个 也许10天半个月之后 就真的已经 他觉得他的这个 情绪就已经释放出来的时候 对 就真的觉得走出来了 对 对 没有错 所以充分地被伤结束之后啊 因为他家狗狗会来过世嘛 他就告诉我说 他每天回家之后呢 都还是会回头 看那个位置 嗯 因为习惯了 对 会 对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他其实也在适应这件事 他说他在适应 他回头 看不到狗狗的那个状态 嗯哼 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不管是对他 会对我们每个人 嗯 对 那有的人会很急于的 再找另外一个 比如说如果是 比如说是 是狗的话 他可能会急于再找另外一只狗来填补 他认为可能有个空缺的地方 这样的做法 你觉得是一种 也算是一种 可以走出悲伤的一种做法 适合吗 还是说应该也需要在一段时间 我其实对这个问题 我没有确切的答案 因为其实哦 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是啊 你要治疗失恋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赶快再谈下一段恋爱 是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嗯哼 对 也是一人而已吧 对 我其实没有反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 那个宠物本身它 或者是 宠物本身它的优势在于 其实 它可以帮助我们 快速的回到我们的生活 因为比如说 你真的在养了一只猫或一只狗 其实它的出现就会让你觉得 好像跟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嗯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让你自己情绪好起来 所以我没有觉得这个东西不好 嗯哼 对 我的状态不要是这样 嗯 所以我比较回到的是 如果你觉得就是 听众没有觉得说 哎 自己觉得这样子 好像可以让自己稍好一点 那就这样做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嗯 其实有一句 有一句俗言 就说什么 人走茶凉啊 就是 有的是 甚至于因为 以前的人可能 观念上面会觉得 比较保守 的人会觉得 比如说你可能 上偶了 有的人不到 半年时间 现在三个月 可能就会另外再 再取一个 或者是再嫁一个 很多人觉得说 那你就是一个 你道德上就有很大的 一个想起到问题的人 可是 可是如果从他自己本身的 这个人来说的话 他觉得说 我可以再找到一个 可以来照顾我 或者说爱我的人 或者是陪伴我的人 其实对他来讲 也许是一种 治疗 治疗 伤痛的一种方式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要回到一个点 是说 这个治疗伤痛本身啊 到底是 它真的带给你 生活的滋养 还是是因为 我们个人 想要去回避痛苦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 嗯 对 所以我就会想 想要你刚问的 那个问题 有点是比较偏向这一个 嗯 那因为我的状态 比较是 呃 不管 不管我们后来 有没有很快去谈恋爱 或者是找另外一个伴 或养另外一只猫 我觉得我们要正视的 都会比较是 我到底对于这个伤痛 我的状态是什么 嗯 对 然后我去投入这个 下一个关系 然后或者是我刚刚去 养另外一只猫 或者是另外一只狗 诶 这个东西到底是 我在逃避我的伤痛 还是我真的预备好了 嗯 嗯 对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自己检视一下 因为每个人状态真的不太一样 对啊 对啊 所以像之前我们家的狗也是十几年之后 它也是死了之后呢 其实好几年 大概空了也是三四年的时间 没有再养其他宠物 那我现在就会觉得说 家里不要再有宠物了 因为你会 你可能还会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 对 对 对 会害怕 可是后来也是一些什么样的缘分 就是再有另外一只猫来到家里的时候 其实它 我心里也是很开心 就家里多了一个像猫小孩那样 因为小孩大了之后 你变成说只有家里面只有两个老人 其实也没什么话好讲 多了一个 一个猫可以来让你的生活 其实多了一点开心 其实我觉得也很好啦 只是说怎么样去说 万一以后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还会在同样的面临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要再做好一些心理的准备 就是这样子 每个人的看你怎么样去选择 能不能接受重复上演的这种 生离死别的这个场面啊 对 我觉得我好可以懂你先生那种心情 就是那个狗狗死掉之后 然后就决定不要再养 因为我觉得有个特点是说 我们都会把这些宠物当家人 所以他们的离开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家庭的变动 对对 没错 对真的是这样 所以啊 我其实觉得 基本上我觉得在面对失落 或者是死亡这件事情啊 当我们可以走完前面三个 比如说呢 你去接受这个失落的事实 然后再来呢 你去处理你失落痛苦 接着你去适应这个失落 就是没有这个 比如说你的猫或你的狗的世界 我觉得接下来有个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帮助我们 真的可以好 比较好一点的是 我们需要在现实生活中 去找到一个跟这个 往生者或者是这个消失的毛小孩的连结 对 比如说那个 现在那个像是有很多 很多那个宠物的过世之后 他们会单独火花 然后把骨灰放到盆栽 对 对 这就是一种连结 对 然后又或者是说啊 我觉得那种连结很多 比如说 可能我们过世的先生或太太 他其实是非常喜欢 种植花草 你就开始去学习种植花草 这也是一种连结 对 然后像 我之前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 他是嫁给外国先生 然后呢 他这个外国先生 就是反正也是一个意外 然后就过世了 然后我这个朋友呢 他开始去学这个外国先生的母语 他们两个本来都用英文沟通嘛 但是那个外国先生 是非英语系国家 他开始去学 这个外国先生的母语 我就发现 其实这个东西都在帮助我们 跟这个过世的人 或者是我们的毛小孩做连结 对 我觉得这样的连结 其实本身它蛮安全的 也很稳定 因为它不会突然间消失 对 对 然后又或者我 我其实之前在搜集资讯 我发现还有一些 那个会把那个骨灰做成钻石 哦有 我听过这样子的事情 对 或者是什么流离珠 呃哼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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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 其实这个都是一些方法 嗯 对 因为呃 我之前看那个卡夫卡的文章 我觉得他讲到一个东西 我好喜欢 就是 他就说啊 任何你爱的人 或者是你爱的一些事情 他最终都会离开 嗯 然后呢 但是他对你的爱 他他会用不一样的形式回到你的身边 嗯哼 对 我就发现好像整个失落 其实就是在走这样的历程 嗯 对 OK 好 听众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新是五四三 我是胡祥华 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哦 呃 访问到的是原品心理资商所的张崇芳心理师哦 来跟我们聊聊如何面对死亡 面对失落的这个这个心情呢 怎么样去走出来哦 其实刚才您 嗯 崇芳也讲到说 我们有四个四个阶段 就是可以渐渐地走出这样的一个悲伤 这样的失落的情绪哦 就是你要去接受 你确实这个人或是你的宠物已经不在了这个事实 嗯 然后要去呃充分地给你自己时间去悲伤 因为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也许会在隔了一年 呃两年之后会突然觉得说 哎 我好像还没有把我那个悲伤的情绪释放出来 其实还是很深沉的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突然看到什么事情 或是想到呃某某某某这个 比如说看到照片的话 其实你那个情绪会突然之间会爆发 其实你会觉得说 哎 你自己也会惊讶说 为什么我还会这么样的悲伤 对 就是当初你的那个没有办法完全的释放出来 嗯 对 所以还很重要就是要在现实当中找到一些连结 其实 可是 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人也会担心就是说 那我如果说好比如说也许我的另外一半 他可能很喜欢这个这个花艺 我就我就为了要跟他找到一个连结点 我也去做个花艺 可是我会把他弄死了 就是变成 种得很差劲 你会觉得说那怎么办 那怎么 其实反正会有一点点更加的焦虑啊 像你刚才说学语言 那比较安全一点啊 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要怎么样跨出这一步 很多人还是会很很有很犹豫 或者是很很有点之说害怕 就是我万一做的不好的话 我是不是又又陷入到这种缅怀过去 怀念这个人走不出悲伤的这个这个这个阴影当中了 所以是不是有没有说我要怎么样选择的是 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点吗 就是怎么样去选择我可以去恢复到我平静 生活的方式 我觉得如果我比如说像那个想话你刚刚说的 假设在种植物 然后会担心自己种不好 我觉得这个就会回到我们第二阶段 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悲伤 哦是 对因为假设你整个悲伤是已经过了的话 其实不太会有类似这样的状态 嗯哼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阶段性 嗯 对假设我们到第三阶我们还是有点觉得哎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我们都要跳回再看 哎到底我 我有没有让我自己好好悲伤 嗯 对我觉得会跳回来看 可是这是不是也跟每个人的个性其实不一样 因为其实我有听过朋友的妈妈就是天生就是极度的乐观 就是爸爸已经迷留了状态的时候 妈妈会说我饿了我要吃饭 然后或者是说爸爸已经刚刚办完丧事 然后妈妈还去马上就可以去找到他的新的嗜好 好像就觉得说没有在他身上看到一些悲伤的情绪 是不是个性也是很有关系的 有人会觉得说过去就过去了 反正就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就要往眼光要往前看 所以他们就是非常的 你会觉得他们非常的正向 他非常的阳光 可是这个确实他就是 是这么样的一个乐观的人吗 还是说午夜梦回的时候 他还是会在那个被窝里面哭成泪人儿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其实每个人是不是真的都在别人面前会比较装坚强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状态啊 其实很多人会有类似的状况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他很正向的表征 但是确实可能他私底下有像想法说的这样 他可能也在流泪 但我觉得他其实变相太多 比如说我听过类似的状况 但是是因为那个太太本身啊 他已经陪着先生在他走他领终 可能走了两三年 所以他已经 对很久的时间 所以等于说他的哀悼已经在这两三年都哀悼完了 是 对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那假设是那种突然间 比如说那个他突然间过世 然后我上里傍晚我马上变得很阳光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我就会开始 我自己的评估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好像不太符合所谓的正常 对我就会开始想 到底这个东西呢 是他在压抑他的状态 还是他真的如他所说 比如说有些有信仰的人 我发现他真的可以这样 是信仰很重要 对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那个可能先生或太太已经到上帝 或者是到菩萨那边去 对他先等我 所以现在那边等我的事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变相 是 那其实我们 一开始我就讲到说 你没有办法面 就是说逃过死亡这个事情 不管是说你自己本人 或者是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宠物等等 那我们总是会是面对这些事情 你旁边的周遭的朋友 可能也是会这样子 我们怎么样 最后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 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提醒 就是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建议 就是你真的碰到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 好好的就是挨到一段时间 然后就再走出来 这个做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可以做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就是呢 我发现啊 其实大部分在那个悲伤里面的人啊 他需要的真的不是别人告诉他说 你不要再伤心了 你要站起来 因为对他们来讲啊 其实如果他可以站起来 他一定会站起来 对 就像我之前有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 他重遇 重遇症 然后呢 我这个朋友 他有一天就告诉我一件事 他就说 他说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告诉我 比如说 你就出去走一走啊 你去快 就是跑步运动啊 之类的 然后他就说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 就很像在河的另外一端 然后每个人在那边跟我招手说 哎 这河这边很好 你赶快过来 但是没有人愿意 可能划船过来看 我在这里怎么样 嗯 对 那我觉得在呃 陪伴一个失落的人 我发现大部分的状态 跟这个很像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 可能不是很担心他的情绪 因为我们大部分啊 会希望对方不要伤心 大概都是因为我们 没办法看着自己这么在意的人 一直在那个很痛苦的状态里 嗯 所以我们想拉他一把 嗯 对 但是呢 我会比较建议的比较是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要选择拉他 我们选择跟他坐在一起 嗯 对 我们就听他说 然后呢 呃 如常的带他去做一些事 比如说偶尔约他出来吃饭 嗯 对 在这种比较混乱的时候 可以好好的 稳定的做这些事 本身 对这一个在经历失落的人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可以康复的元素 嗯 对 所以我们就如常 就是如常 就是陪他 他哭的时候我们就 在旁边就陪他 给他地位生计 对啊 然后他觉得他可以忘 突然忘掉这个悲伤事情之后 他觉得很开心的讲一件事 我们也可以陪他笑 就是一个 对 不要把他的 他所面临到的这个死亡的悲伤 把他看得那么样的 就是说 你不要再哭了 或者说 你怎么可以笑呢 等等这样子的 对 对 你说得很好 哦 对 嗯 我们就是这样 如常 陪着他 这样就好了 嗯 对 对 其实真的要陪 我们的朋友 或者陪我们的家人 走出悲伤的情绪 哦 真的就是 我们要像 刚才这个 熊芳也特别讲 就是让他有一段时间 很悲伤 就是让他把所有的这个 悲伤的这个情绪 释放掉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慢慢地 让他再重新地再走出来 嗯 如果你只是一味地压抑他的话 可能 其实对他来讲 他的悲伤 其实是 还是一直存在他的心里面 他没有办法去 忘掉这个 这么伤痛 就追心之痛的 这种 这种情绪 还是会存在心里面的 嗯 对 嗯 我们也希望 这样子的这个 建议哦 能够给这个 听众朋友做一些 一些帮助 如果说您也碰到过 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 希望您能够 好好的 慢慢地能够走出 您的这个悲伤的 这个情绪啊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原品心理资商所的 张成芳心理师啊 跟我们聊到很多 聊到怎么样来面对 这个死亡 面对失落 这样的一个情绪 谢谢穷芳哦 谢谢你 谢谢 谢谢